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我是段荣 今天呢 我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势在实战中的应用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棋盘 前两期呢 给大家讲了 黑棋一间低加之后 白棋点三三的变化 点三三黑棋 蓝段 这个定势在实战当中 出现的是非常多的 是很常用的一个定势 那么 另外一种选择呢 往这边挡 往这边挡的前提呢 是黑棋要有子配合 这个下法出现的 出现的频率呢 相对要少一些 因为这个黑棋是一种 微大模样的一种下法 现在 最近一些年的棋手呢 它还是 多数的棋手 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实地 大模样呢 难以把握 就是 将来如果搞得不好 被别人把孔全部打掉的话 这又有点难以掌握 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摆两个局面 是来看一下这个定势的 黑棋 双方二连性 然后黑得挂脚 白棋一间低价 这个曾经在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吧 在韩国棋手当中 是非常流行的一种下法 黑棋 就把脚点掉 白棋拦断之后呢 挂脚 或者是稳健一点的话 在这拆二 这样的局面 曾经出现的也是比较多的 或者呢 黑棋这时候小木 挂过来 白棋也有很多棋手 采用这个一间低价 普通的小飞硬 当然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呢 黑棋拆在这 或者拆在这 这形成一种 黑方的一种套路 白棋为了 就是避免 落入黑方的那种套路 加工 黑的如果现在点脚呢 白棋当然是往这边挡 白棋取得先手之后 在这边 高挂或者是低挂 以这个外势做背景 这边挂过来呢 发挥这个外势的威力 这样的下方也是有 那么另外还有 黑棋更有追求的下方呢 是黑的现在先手无忧角 或者大飞角 守住 下一步再准备点脚 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如果在这边走棋的话呢 黑棋站右边的大场 白的如果站这边的大场 黑棋再点脚 这个黑棋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思路 那么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感觉上比 比被白棋直接挂过来 感觉上要好一些 因为黑棋提前就先守了一步 这个既可以限制白棋外势的发展 同时又守住自己的脚底 这样一种构思 这种局面呢 在有一个时期的棋谱里面 也是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 新卫 白棋挂角 黑棋一间低加之后 白棋这个点脚 这样的手法 也是很常用的一种下方 那么除了这个点脚之外呢 可以考虑的下方 还有很多 根据不同的局面 比方说白棋就这么 堂堂正正跳出来 这也是一种 很正常的一种下方 那么黑棋一般来说 需要跳这个或者飞这个 这两种选择是比较正常 那么因为不走的话 被白棋这样飞下来 黑棋被封到脚里头 就比较难过 当然如果 特殊情况的话 黑棋也有 比如说往脚里跳的下方 就是在这边价值不大 让白棋飞下来 也无所谓的情况 黑棋可以往脚里跳 然后把脚地牢牢地拿住 在这边价值不大的前提下 比方说 我们打一个这样的局面 黑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让白棋下来 白棋也没有多大发展空间 黑棋把脚地拿到之后 一拖 还是很实惠 但是在布局的早期 一般来说 这个被飞下来 白棋在这边 一来呢 自己可以发展 而来如果破坏了黑棋的发展性 那么黑棋一般来说是不肯的 所以还是要在这边跳 或者飞 我们先看跳 黑棋跳出来以后 白棋可以考虑的下方 一种是反加 但是如果反加的话 被黑棋走出来 很明显可以看到 白棋自己 也不是一块安全的气形 或者黑棋紧凑一点 还可以先尖底 完了跳 这地方白棋是脱不过的 黑棋这个尖刺是先手 白棋自己也不安全 这样来加攻黑棋的话 即使这边有白子 也很难说这个作战 白棋就能够有力 自己也很重 没有眼位 不能说是白棋在进攻黑棋 可能是双方在对攻的一种混战的局面 白棋未见得有力 即使白棋飞到 局部也不是有足够的两个眼的这种气形 所以加攻是一种场合的下方 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定势 是白棋跳出来了之后 照过来 这是一种 就是自己压迫黑棋又兼顾自己这两个子的下方 那么最容易想到的是 你敢走那么大 我把你冲断 这个变化 黑棋冲断 究竟厉不厉害 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白棋当然不能退让了 退让被吃掉 那就送死了 局部呢 白棋最强的下方呢 是如果在针子有力的情况下 白棋最强下方是翻打 翻打在这 等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再贴 几乎住了这边的弱点 因为如果长的话 很明显这边是有漏洞的 白棋 白的长的话 黑棋打完粘 这两个冲 白棋就 不能同时都堵上这两个缺口 那么长一个可以护住这边的弱点 但是呢 被针吃显然不行 白棋翻打一下的作用 就是让黑棋吃不掉这个子 当然吃不掉的前提呢 是白棋要 必须针子有力 黑棋就这么吃 白棋跑 这样打呢 被白棋一跑 黑子不行 这样打 再打 那么所谓的针子关系呢 就是白得拐的时候 黑棋如果拌 白棋断打 白棋可以先断打 也可以打这个 再翻打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先手 那么就是这个针子 白棋如果能够针掉黑棋的话 白棋这个下法就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对付黑棋冲断 白棋最强的 针子有力的时候 下法翻打完再贴 黑的断打了之后 不挡住的话是不行的 不挡住 不管你跳也跳不动 白棋长还是先手 还是依然针掉 只能走在这儿呢 白棋爬两下之后 黑棋气不够了 黑的只有四口气 白棋只需要爬两下 就把黑棋给收死了 所以这个跟针子有关系 那么针子不利的情况下呢 黑棋就不能打完这样打 黑棋也不是说就不行了 黑的也还有补救的方案 黑棋翻打在这儿 白的如果跑的话 黑棋长 这边要加持或者真吃白棋 白棋不管贴这个 或者拐这个都是后手 贴的话 黑棋可以先扳一下 这一挡把白的给挡死了 拐也一样 黑棋一打 白的死掉 所以黑的翻打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这个子 实际上是不能跑的 白棋这个子如果跑 被黑棋一长 两个子还是要死 那么白的得在下边补棋 拐一手 黑棋把这个提掉 白的搬起来 形成这样一种转换 局部呢 白棋是很满意的 把黑棋这两个子 就这样吃掉 所以局部来说 白棋在针子有力的时候 一定是不怕黑棋冲断 这种转换呢 可能黑棋也是一种场合的下法 破坏白棋 在某些场合需要破坏白棋 走外式的目的 黑棋可以这样下 但局部而言 白棋满意 那么在针子不利的时候 这个翻打 它显然就有问题 刚才那个变化的结果 下到最后 针不掉黑棋 那白的就被 全部都被吃死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白棋拐弯 打吃 依靠这个线手 如果这一旦针不掉的话 白棋就崩溃 所以这个翻打 也是一个有前提条件 需要针子有力 那么针子有力的时候 可能有的观众会想到 你打吃 我常被贴 不行 那我从这条路钻出来 怎么样 那白棋当然高高兴兴的 先拔一朵花 黑的如果是这样委屈的 粘回去 虽然能冲断白棋 但是呢这个应该说白的是很满意 在这边可以为大控的情况下 白棋就挡一个就行了 如果这边没有价值 白棋点在33 将来点33还可以活脚 这个子冲了价值并不大 所以呢 黑棋这个粘是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最强的下法是打上来 当然白棋 白棋如果结材有力 可以开截 即使结材不利 白棋也可以去制造结材 这个黑棋 感觉非常的危险 比如说白棋这样制造结材 黑的感觉风险比较大 那么即使白棋沾上 就白棋就选择最老实的下法 中间这个厚的价值也是很可观的 当然白棋很有可能会选择更激烈的造结之类的下法 所以这样挖打出来被白的先拔一朵花 那黑的风险太过大了 风险过于大了一点 一般情况下不应该这样选择 那如果是黑棋增子有力的情况下 黑棋冲断 白棋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的对策 翻打就不成立了 那么白棋可以挡下去 黑的打的话 白的长 站上的白的拐 黑棋可以冲过来 黑棋冲过来之后呢 白棋二路斑 是先手便宜 之后呢 假如挣不掉这个子的话呢 白棋跳一跳 在外边呢 形成一个 黑棋可以断 黑棋是把白棋切断了 但是这个子同时呢 也是一个固子 这个谁好谁坏呢 也要看 还是要看周围的棋子的配合情况 才能 才比较好判断 总之呢 黑棋在增子有力的时候 是存在冲断的可能性 这一兆 要注意这个问题 黑的增子有力 黑棋有可能冲断 那么 白棋挡下来的时候 黑的如果 如果想先翻一下 先翻一下 白棋如果跟着硬 那黑棋再把这个冲掉的话 很显然脚就吃得大得多了 但是黑棋翻呢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来白棋又可以 挡到一下之后 避免了被黑棋断吃 白棋可以选择这个下方 这是一种可能性 二来的白棋也可能就断 然后 搂包 把黑棋 封在二路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所以黑棋这个二路斑呢 并不见得能占到便宜 除了这个冲断之外 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呢 就是黑棋 在下面爬 因为黑棋这个子被罩死了 总是心有不干 爬到 这跳不出来 这里有冲断 爬到第三个的时候 黑棋可以跳出来了 这个是照过来之后的一个基本的气形 那么黑棋跳出来之后 这地方明显白棋有弱点 黑的弯也好 挖也好 白棋都能显示出有漏洞 但是这个漏洞呢 并不是特别严重 黑棋弯的话 白棋不一定要这么硬邦邦地沾上 这样被黑棋冲 白棋反倒不好办 也不一定要粘这个 白的可以很灵活 直接活到三三去 这个三三还是可以活得很舒服 黑棋这一弯呢 从实地的角度来讲 得不到多少东西 挖的话呢 白棋打尺 挖要紧凑一些 但同时呢 也把白棋走得更厚 是可以把这个子冲断 但是呢 白棋在点三散 还是留有火脚的余地 黑棋要想杀掉这个子呢 很不容易 挖的话白棋一小间 黑棋往这边封锁的话呢 白棋在脚上扳虎 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甚至街上 都基本上可以保证近火 黑棋来杀的话呢 黑棋来杀的话呢 白棋这一挖 黑棋有点抵挡不住 冲出来了 黑棋是杀不掉的 往这边挡呢 白棋就往前爬 黑的也 由于自身的棋刑一些缺险 黑棋要强杀的话 白棋这边搬毡是先手 这一挡就活了 白棋也可以先挡 先搬毡也行 这冲完这一段打 黑棋是抵挡不住 这边跑出来了 所以这一点三三留有火脚 这个挖的价值呢 并不是像看上去那么大 因为一手棋吃不干净 白的还可以活 一旦被白的活了的话 黑棋这个挖 没有走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 那么下成这样就形成 白棋可以根据情况补一手 或者是在这边逼过来 就形成一个白棋呢 得到一种势 黑棋呢得到一些实地 根据不同的局面呢 白棋跳了照也是很有力的一种手段 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样的局面 黑棋三连性 白棋三连性 黑的挂脚 白的一键低架 黑的当然是可以选择点脚的 但是为了跟前边走大模样的意图连贯 黑棋这个跳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再照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局面呢 黑棋阵子有力 白棋冲完如果断这个 那黑棋这一翻打 再一贴 这个白棋 具体变化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摆过了 这个白棋不太好办 唯一的办法呢 就只有这样弃子 局部而言 黑棋吃到两个白子呢 没有任何的不满 黑棋把白棋吃掉 白棋这块呢 可以说还不能说它厚 肯定不能说它厚 并且呢还不是特别的安全 可以说 那么跳过来 白的如果是这样下 这也是普通定式 跳过来 那么黑的这个时候 这样的局面呢 黑棋就可以 一口气压过来 非当然也行 因为这地方不走的话 白的贴起来还是很大的 贴了搬起来 黑的这里不能断 白的沾是先手 把黑的吃掉 黑的只能退的话 白棋出头 这一出头呢 黑棋整个 这个大模样的规模就缩小很多 所以黑棋不管飞也好 就这么一气贴过来也好 这都很有气势的下方 这个整个 现在贴过来可以说是后势 整个后势配合这边 这也是非常有气势的下方 那么白棋如果拘泥于局部 再去吃 再去挖这个地方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黑棋再把这边的大长一站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整个广阔天地 白棋呢 居于这个边边角角上一些小的地方 将来黑棋还有 三三点进去的这种手段 还可以活脚 所以这样的配合 黑棋是很理想的 这个罩 如果在这样的局面下 也是可以成立的一部棋 那么 白棋直接冲完拐了之后 黑棋这个弱点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白棋来冲击的话并不严厉 那么这时候呢 就有其手想到一个办法 他说白棋先尖顶你一下 这里扳过很大 你不是要立吗 好 等你立下来 我再怎么走 我再怎么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再跳出来 我们假设还是刚才这样的局面 黑的如果还是这样压 那白棋这个 这个冲击黑棋弱点的手段就变得严厉的多 为什么呢 黑棋还是不能这样打 这样打被白棋藏出来很明显被包进去 只能走这个 同样这个还是沾不上 沾上被白棋断打 打完一贴 全死了 所以本手还是站在这里 那白棋再一冲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大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本来冲过来 黑棋一点是可以活脚的 现在等于白棋虎和黑棋力交换了一下 脚上就什么棋都没有 那 这一点对于制约起手来说差距太大了 这个 如果吃成这样的话 白棋的实力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这一尖顶也是一个很有思想性的一部棋 黑的如果立的话 这个挖就显得很急迫 这个毛病 就是为黑棋一个很大的弱点 那黑棋如果要补 白的就可以贴出来 再斑 这边白棋可以出头 那黑棋这个大模样 刚才这个广阔天地 现在跟现在相比呢 差别非常的大 尖顶也是很实用的一部棋 甚至在有的情况下 尖顶完 白棋除了跳之外 他还有可能选择更激烈的下法 就局部而言 白棋还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再爬一下 他强调黑棋这边的弱点 黑棋如果补 那三子头搬起来 跟这样贴起来 又紧了黑棋一起 白的感觉就更有劲 力量更足一些 这个搬起头来 紧了一起这个力量的感觉大不相同 黑棋如果再长 那白棋不是跳出去了 白棋有可能直接动手 直接在这边动手 跟黑棋杀气 贴在这 黑的拐的时候 白棋顶在这里 下一步一般 这个白棋气就长了 黑棋要收白棋的气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利一个呢 是这个杀气的要点 我们计算一下这个地方的 死活问题 如果黑棋扳 这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白棋挡的话 并不是一个杀气的好的办法 被黑棋点在这 白棋的气是很短的 这样呢 白棋 被黑棋吃死了 所以这个挡并不能黏气 反倒对自己有不利的效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看成白棋的先手 黑棋必须走这 这样来杀气呢 白棋反倒赢了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黑棋藏进来以后 有两边不入气的问题 这边进不来 这边也进不来 这是刷气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 黑棋这边有不入气的情况下 有不入气的情况下 这口供气对白棋是有利的 黑棋扳 这气杀不过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 你刚才占了这个点 所以黑棋慢一气 那我如果先占这个点 你如果接上 我再拌不就把你拌死了 但黑棋占这个点的时候 白棋也不会去走这个 这个是撞气的下方 白棋就把眼做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杀气的这个要点呢 在于 现在白棋有眼 有眼呢 这口供气是对有眼的一方有利 因为白棋不用去填这口供气 白棋只需要收外棋 黑棋要去填这口供气 那么黑棋还是不如此被吃掉了 所以这一尖顶 白棋这一尖顶也是有利的一个手段 它厉害之处就是在于 让这个挖或者弯出来 黑棋这个弱点变得非常现实了 让黑棋变重了 这一下 这个被吃掉的话整个脚都死了 而刚才呢 白棋冲完黑棋还留着火脚 差别很大 好 白棋可以跳出来 让黑棋补 也可以很激烈的爬在这里 根据不同的场合来选择 好 这个是白棋 在黑棋照的时候 白棋尖顶的意图 这个我们 通过前面的参考图呢 给大家说明 黑棋立的话呢 白棋再爬出来 这是白棋的意图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针锋相对的手段呢 就是挡下去 你既然不爬 我把这个挡下去 白棋拌 黑的顶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定势 但是黑棋呢 棋型很厚 这边挡下来也厚 比方说这里有子配合的话 我们还是看刚才这样的局面 这边有子配合的话 这里挡下来 黑棋也还是很广阔 正是很可观的 但是白棋也很舒服 白棋这先手扳倒一下脚上的实地 也拿到了不少 这是一个基本的定势 但是呢 这棋总是 就是说棋手总是不满足啊 刚才这个白棋尖顶到扳倒好像不错 但是呢 有的棋手就想到 哎呀 我刚才这样的棋型 虽然脚上实地是不小了 但是呢 将来黑棋来这边骚扰的话 至少黑棋可以这样 破掉白棋脚上 一些空 这个紫白棋如果放这 那脚地就更完整了 也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关于这个小飞 关于这个小飞的变化呢 我们下一期接着为大家讲 今天就先为您讲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